偶爾也會有雖然說不上來為什麼 但今天晚上就是想吃泡麵的時候 甚至想不起來上一次吃泡麵是什麼時候了 自從幾年前得了次胃病之後 泡麵這一類素食品好像是很少會吃了 所以這次也不是泡麵 是煮泡麵 那今天準備做的是番茄牛肉麵 也準備了一些菌菇和娃娃菜當作輔料 在我看來娃娃菜絕對是一切泡麵和火鍋的連環 好像視頻這邊又很久沒有更新了 最近實在太冷了一下子降了十幾度 於是天天晚上在朋友家裡錄貓看劇 我發現天氣對人的行動力影響還蠻大的 如果說秋天的時候是每天睡四五個小時就自然醒的話 那冬天好像就是把秋天所有的腳都給補上了 冬天一到人就變得極度的試睡 也很懶散 然後很多並不緊急的事情可能就會緩慢的推進了 比如說之前答應大家做的一個 關於自由職業辦公地點的分享 也一直沒有做 因為天氣變冷之後分享餘就變得很低 那當然即便沒有分享餘的話 我也可以寫個稿子 把東西給寫出來 但是總覺得那樣的東西好像 並不是發自內心的一個分享 就它會缺少一些我的獨特感受 可能這樣的東西看起來也會很乏味吧 所以就不會沒有東西說硬說 那前段時間有朋友私信問我說 他感覺最近做什麼事情都沒有狀態 然後問我怎麼辦 其實這種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因為我最近也在這種狀態裡面 而且通常我對這種狀態也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 畢竟如果是工作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去 一步一步的推進項目 但如果是個人作品的話 在你沒有好到一定的程度之前 你是不應該按照某種固定的模式去出作品的 因為那樣就意味著你放棄了進步 那這個階段當然是希望每一個作品都 想比上一個作品 在形式上 在內容上都更加優化的 所以這個時候是需要一點點靈感和狀態的 我覺得 我目前對於視頻和漫畫都還在尋找這種狀態 就是到底怎樣做才能做得更好 什麼樣的模式才更適合我 那一旦掌握了這種模式呢 只要長年累月的在這個框架內填補性內容就可以了 至少對於插畫我之前是這樣做的 就好比是一個廚師 如果狀態很好的話 我可以做出一份黯然消紅飯出來 然後如果沒有狀態的話 我也可以輕鬆的炒一份不難吃的蛋炒飯出來 這個過程花了我好幾年的時間 不知道視頻跟漫畫需要多久 但是不管怎麼樣 慢慢來唄 慢慢來唄 就會看進去 2 phenί 2個 1個 2個 3個 2個 2個 3個 4個 5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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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篇漫画其实就只是描绘了一个有一点孤独的人的童年时代 然后他可能有一点点恋物屁的人设 他把石头把棋盘什么的都拟人化了 但是漫画本身其实是没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的 甚至没有情绪导向 除了一个极具反差感的标题 就是The Best Friends 我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不同的人看完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其实漫画在画到80%的时候 我是有想过直接放弃这篇漫画的 因为它并不是那么直接的传递一些东西 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是get不到我想表达的东西的 但最后的结果让我很意外 其实看大家的评论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 虽然越来越没有办法去一条一条回复了 但是基本上我全都会看到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 别人对你的作品的解读是什么样的 我之前听过一个故事 好像是说有一个学生拿着阅读理解的标准答案去给作者看 然后作者说我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我现在偶尔也会有这种感觉 不过确实作者也不可能知道标准答案吧 因为一个作品创作出来之后 它是可以被解读的 所以其实如果解读出作者也不知道的答案 那也并不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 这篇漫画里的主角其实是我的一个侧写 算是我不奉人生经历的一个特写吧 那你觉得主角的童年幸福吗 他没有朋友 然后只有一对没有生命的物品陪伴 然后爷爷去世了 展校到了新学校还遭遇了霸凌 就怎么看这个人好像也算不上幸福是吧 但是他可怜吗 棋盘给予了他亲情的陪伴 然后石头可能象征着某种反抗的勇气 他在对抗生活的逆境 并且在这些物品还有书本和音乐的陪伴下长大了 就虽然没有朋友 但是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 这样的人好像又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可怜 所以我说在他们的陪伴下 我总算度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不过很意外的是还有另外一种解读 就是怀旧情绪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觉得所谓的陪伴物品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特殊很个人化的事情 但是大家好像也都有各自的某个小玩具 或者小物件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意外 同时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原来我这样的人其实还挺多的 那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一个作品 它的解读确实是多种多样的 我也很乐意去接受这些解读 去从这些不同的解读里发现新的东西 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虽然我没有办法一一回复大家 但是还是很开心能够看到大家对我的作品 不管是视频也好 是漫画也好 有所回应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是能够感觉到大家在交流的 就是我用我的漫画做了我的表达 然后你们用回复 对我做了表达 这个过程 这封心意 我是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谢谢大家 你们也是我的好朋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